我今天用熊二给你唱一个 想打不开 开玩笑来吧 还是这个歌啊 好好唱 我的秘密 我收到歌词 我的 感谢邓紫棋老师 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 真的是 这个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动 因为他讲述的事情 你看歌词 最近一直好心情 最近一直心情很好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我现在这种心情呢 我就想唱给你听 看着窗外的小星星 心里想着我的秘密 那我们之间算不算爱 我不敢确定 我只知道我在想你 咱们的懵懂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忽远又忽近 你明明不在我身边 我却觉得很近 有一种感觉 我想说明 他这个歌词 我第一次看歌词 在听这个歌 就感觉很甜蜜的 就是很 很好 很喜欢的一种感觉 来吧 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这么点 可以点 Zither Harp I love you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现在这一种幸运情 我想要唱给你听 看着宠外的小星星 欣赏着我的秘密 算不算爱我不敢确定 我知道我在想你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午夜又空气 你明明不在我身边 我却觉得很近 有一种感觉我想说明 我是你的秘密 是你给的甜蜜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一点点靠近 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一种 自主感情 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那世里的秘密 是我好像喜欢的你 眼里陪着我的声音 就算下了也能听 这一种烈乐的星星 是最温柔的证明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午夜又空气 你明明不在我身边 我却觉得很近 可怕有一种感觉 我想说明 我是你的秘密 是你给的甜蜜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一点点靠近 是不是你对我也有一种 自主感情 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我是你的秘密 是我好像喜欢了你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午夜又空气 你明明不在我身边 我却觉得很近 可怕有一刻 我真的想说明 我心里的秘密 是你给的甜蜜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一点点靠近 是这种别人 无法解释的 真实感情 可怕 我要让全世界 每天都清晰 我心里的秘密 是我回忆 深爱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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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新手愚愿 好久没唱歌了 好久没唱歌了 感谢我们这个燕姐 谢谢燕姐 还有我们这个若如初见 感谢若如初见的支持 唱得太好了 谢谢你们 但不要忘了收看 今天晚上十点钟金曲楼 这个江苏卫视金曲楼 是我这个第二次上金曲楼了 非常好 在这里呢 我也仅代表摩登兄弟 全体员工 感谢这个金曲楼 这个江苏卫视 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和信赖 当然也要感谢 许志弦老师 还有跟我同台的那些老师 包括好哥 这个对我们的照顾 好吧 谢谢各位 然后呢 今天我刚刚 我晚上刷抖音 我就来直播之前 在车上刷抖音 刷到一条抖音 什么抖音呢 很诡异 诡异到什么程度的朋友们 真的是 流动的水没有方向 漂流的风没有动机 任何案件都迷迪重重 没看到事情真相的 真相的是一个 外表开刺的小孩 内心过于常人的 名人探 柯南 大家开玩笑了 没有 谢谢维也拿 感谢白马静 谢谢我们小玉 感谢小玉 我的天哪 然后呢 就看到什么 什么一个视频呢 点赞还挺高的 我看到一万多点赞 但里面都是黑分 全黑分 有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强倒众人推的感觉 抖音里啊 我的视频 就这种强倒众人推的感觉 看吧 人设崩塌了吧 好像都在等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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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啊 就好像终于让我发现 点东西可以吐槽了 之前你们说这个 摩登兄弟小玉 人品又好 又爱小朋友 这个上完节目 怎么又把矿泉水拿走了 怎么之类的 就是这种的 你看 来 人色崩塌了吧 完了 终于有个机会 我要黑他 黑什么呢 说这个 因为当时这个视频 怎么是 大家就都看了 是有个工作人员 左手拿着椅子 右手给我打了伞 就那么一个视频 感谢我三人大哥 起了飞机 感谢三人大哥 看到了吧 这个一个工作人员 然后拿着一个伞 给我打了伞 然后呢 左手拿了凳子 右手拿了伞 然后呢 这个这个 然后我在旁边 什么也没拿 阿斌在后面 拿了个椅子 然后这些人 开始吐槽了 你是手断了吗 不会自己打伞吗 飘了啊 你觉得自己多大 伞都不能自己打了 对吧 很多人都能这样说 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呢 其实我想说 我也觉得不太好 我是因为这些朋友 感觉好像很多朋友 把我去辩论 我也觉得不太好 但是呢 我如果不这样做 更不好 因为为什么呢 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刚从车上下来 换完衣服化好妆 然后呢 刚下来 他们那个 给我打伞那个人呢 下次求饶换我上 好的 给我打伞那个人是谁呢 是我们这个剧组里的工作人员 我和剧组与工作人员 关系都特别好 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起码 我尊重每一个人 因为可能在 感谢雅丽啊 我在拍戏过程当中呢 就是比如说 摄像机换机位的时候 很多工作人员 包括摄像师助理 包括现场的厂工 厂务 像给我打伞那个人呢 他在我们剧组的职责 叫做厂务 就是厂 是这个工厂的厂 不是工厂 是厂地的厂 然后呢 务呢 是服务的务 厂务 他就是一个工作的职责 然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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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平时在拍戏的时候 他们都特别好 都特别好 然后比如说 旁边人在等 我在站上等的时候 他们就拿一个那个箱子 叫那个 我们这个剧组里叫苹果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像木头钉的一个箱子 他在宁哥坐一会儿 都这样 然后对我很照顾 我都会 谢谢谢谢 我每一个人 我都很尊重 每一个人很尊重 无论他是干嘛的 我都很尊重 每一个人 所以我跟他们关系都出了 还还不错 早上 我都会主动跟他们打 然后早上好 什么的 都挺好的 然后呢 那个人呢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 维持所有现场 所有的这些杂活 比如说 这边搬轨道 他就搬轨道去了 这边需要 需要什么 这个这个 给大家打饭 拿水 做水 他就做这个 他的工作就是这个 如果 如果 他下车给我打伞 我 我说不用 我自己打 我不敢 我不敢说夸张的话 他可能 不是说说 不过打伞 他就 他就这个 这个失业了 我不敢这么说 但是 他的上面领导 肯定会认为 他做事 就是做 做的不好 工作没有做好 因为他在 他在剧组里 他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他会 那他的领导就觉得 你怎么让宁哥自己打伞呢 我请你来干嘛的 他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我第一天去来剧组 其实我也不懂 比如大饭 我就自己去 你说不用 你别这样 小丁 然后呢 我就包括在剧组里 比如说地上有什么东西 我就自己去剪 我不知道 第一次拍戏 比如说 那边导演说 把那个箱子拿走 那个箱子在穿帮了 我可能就想过去拿 但是人家跟我说 小丁你别拿 小丁 这个东西不能你拿 我说没事 我说随手一拿就行 他说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是你不能做这件事 我说为什么 他说人家的工作是做这个的 你做了之后 那导演会觉得 你为什么让小丁去做 你干嘛去了 懂了吗 就是在这个组里 这个大的一个程序里 你做什么位置 你就干什么活 你不允许去 我来吧 我来吧 你会影响到别人工作 你懂吗 就是各进其子 如果你做了这件事 该他做 但是他没做 你做了 就是他的不是 懂了吗 这就是剧组里的分工 很正常 很正常 对吧 所以我倒没有说什么 其实我倒不需要打伞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我看到他 我说哎 不用不用 没事 您给我给你拿吧 特别热情 我们都认识 你知道吗 没想那么多 也没想那么多 其实被人拍下来 就被人好顿黑啊 说我飘了 说我飘了 很正常 比如说你跟你同事 一块工作上班 你工作 你跟你同事同样 你一份工作 他一份工作 你把他工作做了 老板是不是给他开了 你说呢 你把你同事的活都干了 你说你每天 打扰来了 把这个你们公司 的卫生间打扰了 阿姨干好吗 对吧 那阿姨就不高兴 你扫了 那领导是不是觉得 我没干活啊 给我开除了怎么办 这是最起码的 其实不是说 我飘了 我怎么样 那是我存在 跟他们都是 很好的朋友 我尊重 我敢说 我尊重每一个人 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很多朋友 也不用去我 提我解释 这个东西 就是像他们说 说啥 其实有些东西 你是管不住的 包括什么 包括有人说 阿兵给你打伞 当时我在这个 走路 阿兵给我打伞 有人说 没事 阿兵自己下人 应该打 欢迎不入迷 好久没见到你了 阿兵自己下人 可以应该 他打应该 有些人就说 你怎么飘了 走路 走路自己伞都打不了了 怎么样 其实不是 我要自己打伞 然后呢 我站在片场 我打了伞 我给阿兵打了伞 你想象那个画面 我在片场 拍戏呢 我打了伞 阿兵站在我旁边 不打 你说这些人 会怎么认为阿兵 这摩当兄弟团队 这么疯了吗 啊 一人自己打伞 那个助理在旁边站的 这是怎么回事 太不专业了 是吧 你想象那个画面 比如说 阿兵在旁边站的 我给打伞 我是自己打伞 亲历亲为了 阿兵半面边上站的 他是我老板 对吧 画面不协调 也没 那个其实 这个阿兵飘了 再一个什么呢 再一个我不可能 不可能打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 你看到只是片面的东西 现场 比如说阿兵 我不用阿兵 我自己去 我拿个伞 跟他打的 旅游啊 露营来了 打个伞 我这个背个书包里面 装点吃就得了 我自己打伞 跟这个剧主力走 那不疯了吗 而且他是当时 我在那站的是干嘛呢 我在那走 一定是在拍 转场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 导演说 321开始了 我手里拿把伞 给谁 这个伞给谁 这是阿兵的工作 也是现场这个 厂屋的工作 所以不存在说 我飘了什么的 我就是 在老街出来的人 我啥苦没吃过 而且我以前学厨师的 大家如果有学厨师知道 学厨师最开始是学徒 那什么苦没吃过 对吧 我记得我学厨师毕业 第一天到 第一天到那个饭店去实习 当时呢 那个 我就说 我当时到那个饭店实习 我可开心了 我终于我 我可以当一个厨师了 我给你炒菜了 牛逼了 感觉 哇塞 简直是 我去了 我就跟那个厨 厨房里的老大叫什么呢 叫厨师长 我说 我说那个厨师长 今天我炒什么菜 你给我分几个菜 我要大现身手 他说 你说飘了 你炒菜 你怎么样 上边点菜去 我说什么意思 我就来饭店实习 你我不就是干厨师的吗 你让我来干嘛呢 他说 你知道那个小孩给我坐的 看不到那个地方 有两盆 两大盆 那个盆多大呢 就是你想象 就是你们那个 咱们小时候 小孩洗澡那个盆 红色的 就小孩坐在里边洗澡 还可以在里边玩水那种的 就是在里边弄两个小鸭子 搁里边玩 上完闲 小鸭子搁里边游泳那种盆 澡盆 对 就小孩那种澡盆 两盆木耳 说你进来工作 把这个木耳给我扒干净 两个人说 宁哥 我们吃的木耳都现成了 哪有扒干净的 我告诉你 饭店的木耳都是泡的 它的都干的 干的完事呢 跟这个水里泡 泡完之后 它那个木耳有根 那个根呢 是那种像树根 就像草根那种 你的一个一个扒 把那个 你如果扒过木耳 大家应该知道 就知道我说什么东西 它有根的 扒 扒木耳 扒盆 就往那个 这一盆往那盆扒 一天时间扒完一盆 然后我说 主持人 我没扒完 你加个班吧 我没先走 你还炒菜 手脚这么不麻利 才扒一盆 那我 几点走啊 我当时也小啊 不敢反抗啊 我也不知道他欺负我 我就 那我就扒吧 扒到凌晨两点 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当时我骑自行车 过程当时在路上 我就在那哭 我不是学厨师吗 我怎么来洗菜来了 所以苦都吃过 包括后期 这个 扒木耳扒完了之后呢 干嘛呢 脾鱼 就是 咱们吃那个鱼 你们在餐厨桌上 吃那个鱼 它是 拿来都是活的 你们得从剪的 从它那个 下面剪开 剪刀头 然后呢 把里边东西掏出来 然后再从两边 把塞拉出来 然后呢 再拿水冲干净 把鳞刮好 然后呢 再冲冲冲 冲完之后 递给 这个切菜的 刀内脏 你们都做过饭 都知道 然后呢 从这个洗菜的 升到洗鱼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洗菜呢 就是可能就洗洗就好了 鱼这个东西 需要一些 使用剪刀的手法 和使用这个 这个刮鳞 那个东西 有的时候你 还 它这个真是有技术含量的 比如说十条鱼 同时来 你活好 你就五分钟挂完 你这个手法不好 你就得花十五分钟 所以呢 就是 这确实是 就慢慢就 越来越好了嘛 所以说 又洗过菜 洗过鱼 那洗完鱼之后呢 我干嘛了呢 终于可以炒菜了 炒什么菜呢 员工餐 学厨师的人就知道了啊 就是 你可以炒菜 炒什么 员工餐 因为你整个饭店 你中午吃饭 晚上吃饭两顿饭 你可以去炒那个 就一大盆土豆丝的 你就炒吧 炒到我都不想当厨师了 你知道吗 那一大盆土豆丝的 你得分 十几锅去炒 炒到 就是当时我炒的已经 炒 炒了三天之后 不想干厨师了 什么玩 什么玩 我这是厨师干 吃苦 人家中午都休息去了 饭店都是 十二点下班 十二点一点下班 然后下午四点上班 中间有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干嘛呢 我去切土豆丝 切完之后炒 炒完 一人过来吃 一天也不休息 吃完之后 我也跟他吃 吃完之后 下午继续干活 下午再继续洗鱼 就这么工作 所以说我学过厨师 什么苦都吃过 吃过苦的人呢 我跟你说 可能就是 两种 一种什么 就是爆发户 就以前吃过苦 突然有钱了 哇塞 卖雕 买 买这个豪车 我要买这个 什么豪车 比如说买了一辆 这个 路虎 买了路虎 路虎发现石榴 那种的 买完一辆 开三天 又过去 再买一辆 人家问你说 大哥怎么回事 你不前天刚买一辆吗 没事 也会刚买了 换一辆 一种是爆发户 另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可能就吃过苦 就更加珍惜 现在这样的日子 你吃过苦 你珍惜 现在所有得到的东西 所以你不会 你会紧防自己飘的 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不要怀疑说 宁哥说怎么飘了 也需要打伞 这是规则 每个行业游戏 游戏规则 对吧 比如说你在我直播间里 这个 枕树是惨控 如果你一把 惨控的活干了 我就给枕树辞推了 为什么 第一 我个人对他有意见 我不喜欢他 我烦他 但现在没有人惨控 我只能用他 就这么回事 但只要有人 把他活干了 我就给他开了 你说 你说 你是不是给枕树害了 我就说这个意思 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就行 谢别人拿 赵新正再开一个 我也是惨控 不能把我拉下 好的森林大哥 比如说森林大哥 晚上有的时候 跟你们在那讲课 跟你们聊聊天什么的 告诉你们人生的道理 但有一天 别人给他活干了 那我就给他辞退了 那我在这儿飘了 感谢礼物啊 我的天哪 谢谢礼物啊 感谢这个礼物啊 这个名字其实非常好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沈梦言 然后呢 这样任务一定要做 朋友们啊 这样任务一定要做 然后呢 这也是咱们的一个 象征 象征的东西 象征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做 真爱任务 然后呢 喜欢咱们摩登兄弟 开一个真爱 一个月一块钱 每天做任务花一毛 也就是一个月 你做真爱任务 就四块钱 这个钱我也拿不到 就是都是 这个做任务嘛 就是要 大家有个凝聚力而已 凝聚力 唱首歌吧 我这首歌唱一唱 然后你们喜欢 咱们摩登兄弟 谢谢A大小组组 感谢我 谢谢我森林大哥 还有ORSA 感谢小玉 感谢小玉